广州市黎湾区 连日出现新冠确诊个案之后 实施全民核酸检测 市内多区的新冠疫苗接中站就大排长龙 广州黎湾区星期三要求全民检测 市民当晚通宵排队 第二日人龙迟做 昨晚接到通知 我们根据政府指引就过来 来这里 昨晚的人会多一些 现在可能人相对少了一些 附近医院三百多个医护人员协助採养 防控指挥部说天气热 考虑到市民健康 会派人手加快处理 今天肯定没有 要排队的 还有等候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 在天河区广州体育中心的 临时接种站出现打蛇饼 打针要事前预约 但仍然有人不清楚安排 今天打算过来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排队打疫苗 你本身之前就没想过打 不是没想过打之前 是因为工作忙 然后又 因为点不多 你要去打疫苗 你又要比较麻烦 觉得那时候就没去理 最近在港州 麗湾出了事 不过即使事前有预约 仍然要在太阳之下暴晒几个小时 我们中南山都打了 84都打了 我73都不能打 这个量血压的时候 血压不增长 环境不行不增长 我原来量了154 刚才量了199 越量越高 广州市卫健委说 全市新冠疫苗供应稳定 广州市人口大概1800万 全市内计有867万人 接种了超过1148万剂次疫苗